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2020年 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影院因为疫情一度停摆 但是复工后显现了旺盛的活力 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的多个国际电影节 引发国际瞩目 一批新主流大片 比如夺冠 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等等 讲述中国故事 塑造中国价值 传递中国精神 获得了市场和口碑的双丰收 导演强强联手 合作拍大片 更是成为了一种创作新模式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书里 2020中国电影新气象 从建国前夜的升旗任务 到女排夺冠的动人时刻 从北京奥运的全民技艺 再到阅兵护航的萨爽英姿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从普通人的微观视角出发 用七组故事 重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激荡岁月 《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后 最终获得累计高达31.7亿元的票房 并且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更重要的是 影片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 那就是知名导演围绕一个主题 通过短片集锦汇聚生命感物 诠释家国情怀 集锦式创作 不仅让故事呈现更集中 主题更鲜明 还大大缩短了创作周期 在明确了历史瞬间 全民技艺 迎头相撞的创作方向后 总制片人黄建新 将《我和我的祖国》导演团队 分为七个设置组 分别奔赴祖国各地进行拍摄 我们一线真实 一抬起来 我们机器就转到影上来 《我和我的祖国》 朱玉在前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随后正式立项 影片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 邀请了五组导演 加盟指导短片 他们分别是宁浩 徐征 陈思成 颜飞和彭大摩 邓超和余白梅 我们是五个年轻的导演 代表中心南北中 他们以喜剧的方式 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喜剧其实是最难拍的 让人欢笑 还希望孝宫有泪 今天老师想看一看 你们心目中 未来家乡的样子 题目就是 《我和我的》 无论是北京好人里的热心张北京 还是最后一刻中 事成的范老师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我和我的家乡》 用喜剧的形式 表达了对家乡的怀恋 从欢笑中传递温情 在泪水里留存感动 先生 所以现在我们要讲 感谢感恩的呀 家乡对于所有的中国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亲切 就与我们的血脉有关的 一个词 对 它是你的源 它是你的源头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是根 上课 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 兄弟 我的读卡器 其实再更行 也读不了公交开 竹田 电影《夺冠》 几乎与《我和我的家乡》 同期上映 影片聚焦中国女排 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 到2016年 礼渔奥运会重回巅峰的传奇经历 展现了几代女排人 历经臣服 却始终不屈不挠 不断拼搏的体育精神 所有的一切 都是给了今天 一辈子拍了很多不同的电影 我觉得题材也好 类型也好 只是一个载体 到最后还是要表现人物 表现故事 这个戏最难就是怎么样版 三代的故事 要在一两个小时里面去说完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由管虎 郭帆 陆阳三位导演 联合指导的电影《金刚川》 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们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以血肉之躯 顽强拼搏的英雄事迹 影片在创作过程中 同样遭遇了时间紧 任务重的严峻挑战 金刚川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出发 最终勾画出一组完整的战场叙事 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超越战争 我其实是准备了很多年了 特别希望一个充裕的机会 去拍一个画卷一样的大点的 但这次是稍微有点紧 然后就选择了一个 其中感兴趣的一个点 小切口 大观照 我和我的家乡 后边的金刚川等等 这些个新主流电影 融入了一些明显的类型元素 既受到社会上下关注 同时又充满艺术性的好的作品 这些作品呢 是中国国产电影目前的中间力量 也形成了中国电影创作的一种美学风景线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 再到金刚川 这些新主流影片都取得了不足的票房成绩 既体现了集中力量拍大片的模式优势 也与当下短视频风潮掀起的审美变迁不无关系 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 你说你写某一个局部 某一个侧面 你可能很难概括 这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 比如说你如果选一个故事 你可能很难去讲扶贫 攻坚这个事情的 它的艰巨性 复杂性 多样性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 集中式的这种变演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 限制片的一种新的艺术探索 更早几年大家经过微电影 经过短视频那种洗礼 对这种艺术形态 其实也确实接受上会 形成一种理论上的一个铺平的道路 专家指出 这种创作类型 想要在未来延续下去 仍需在变化中求生存 在进步中谋发展 集中类的电影 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潮流 关键看观众的接受 如果观众接受 它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形态 如果观众觉得审美疲劳 这个形态它就会终止 纪录片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也在2020年大放异彩 从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大师 叶佳莹的纪录片 居水月在手 到万马彩蛋最新的电影绿作 《气球》 再到聚焦棒球少年 叫板命运的棒少年 中国电影市场 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创作活力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 是一个新生的奇迹 我觉得它的那个作为奇迹 一个是它在整个全球电影工业衰落 甚至完全被视为西洋工业的情况下 逆势崛起 这完全是一个奇迹 几乎是世界电影业的一个人 全部希望所在 五年来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突飞猛进 时代主题互质欲出 精品佳作不断涌现 电影票房从2016年的457.12亿元 提升至2019年的642.66亿元 即便在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 中国电影市场 自7月20号复工后 也立即呈现出喜人的恢复速度 全年票房产出超200亿元 这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 首次超越北美 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 中国电影市场 正在成为全球电影市场发展的主引情 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 包括我们的创作环境 是最好的一个时代 我们国家把整个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信心 对未来大家放开手脚 接着干嘛 放眼2021年 1921 长津湖等一批新主流大片 正在叙事待发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 活力显现 无论是主旋律大片的全新叙事 少数民族题材文艺片的群体崛起 还是纪录片的佳作不断 越来越多的新类型 新元素 新模式 助力中国电影不断的创新 持续向前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可以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不仅有机会迎娶演出门票 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